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健美和健身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赛事 健美锦标赛的参赛者是来自新西兰全国极大赛区的前三名 和以往比赛的冠军亚军 所以比赛的水准和评判的要求都非常的高 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翟姆赢夺得了健体组的冠军 而翟姆赢来到新西兰只有一年的时间 他把这样的成绩称之为幸运 我是个幸运者 这些幸运包含了我遇到我的伯乐 遇到我一路来遇见了很多赏识过的人 以及我很幸运可以在这些大比赛 小比赛当中脱颖而出 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努力的一方面 翟姆赢一天的工作是从吃开始 作为一个健体运动员 科学合理的安排饮食时间和饮食内容 是保持形体的关键 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比赛 需要涉入的饮食内容和品种 是有很大的不同 要根据需求来定制一个关于吃的计划 这一杯营养奶昔是翟姆赢每天的第一餐 翟姆赢有过很多的职业 而且做得都非常不错 他做过金融操盘手 职业模特 业余的自行车运动员 家里摆放的自行车 就足以看出他对骑行的热爱 这辆车是我玩公务车的第一辆自行车 当时这辆自行车是产自法国的 当时这个品牌已经是法国当中 最好的自行车 一个是Lok跟TAM 这辆车就是TAM 所以这辆车是全手工的碳纤维自行车 那么碳纤维很多人不太知道 它其实就是造飞机的材料 所以是极其贵的 我记得当时我买的时候 全车是4万人民币 在公路车上 这个价格应该是非常非常高了 这是你在哪儿买的? 在上海 我在上海参加自行车俱乐部的时候 因为我需要有辆好的自行车才能跟他们一起去骑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眼看着这个配色 这个配色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很有亮点 然后看上去有很低调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辆自行车 我开始加入到了 国内的最好的自行车俱乐部 也开始参加了一系列的自行车比赛 其他第一场比赛应该是上海城市绕圈赛 当时我的第一场比赛时候 成绩是一般的 因为我的比赛 这是我第一次比赛 还没有太多经验 但是也甚至通过那场比赛之后呢 我被我们的车行的一些朋友看中 他觉得我的潜力很好 慢慢地开始加入到车队之后呢 也开始担任起自己的一些冲刺主将的角色 我所有的自行车都从上海带过来的 是我相比下来之后呢 已经属于比较次的了 因为我之后又添加了很多更好的自行车 那么这辆自行车 我只是骑了一些恶劣的环境 恶劣的地形当中会用来骑 那我看是不是这边还有一辆 这辆自行车呢 也是个非常有故事的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是我来到新西兰之后呢 我在新西兰Tradery 上淘在一辆自行车 为什么说淘在这辆自行车呢 我在国内一直寻找这辆R5 因为这辆R5跟不同的是跟那个 我们的TAM自行车相比呢 它的功能不太一样 你会看到它的这种管型啊 是圆细插形的 所以它更适合在爬坡地形当中去使用 会让你变得更轻便一点 你会骑得会非常轻快 不同用处不同功能 所以这个故事呢 在于我当时在圈里面上找到 发现了一个洋人在卖这辆自行车 我第一时间联系到他 并且隔了一个小时 我就开车到汉米尔顿去找他了 所以那个洋人也是被我感动到了 我说我开车开了两个多小时 我开到你这边来 我因为我非常喜欢这辆自行车 它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 然后也训练它了很多年了 那杨瑞跟我从此交了个朋友 然后他在他的Facebook也说 他总算把他这辆车 找到了一个新的主人 他觉得我会非常爱惜他 实际上我真的非常爱惜他 好 还有第三辆 第四辆车 好 这辆车呢 要讲一下 Pinarello Pinarello它是品牌的产自意大利 也是一个奢侈品牌 那么最能够让人家明白的是 还法冠军起的自行车 就是这个品牌 然后现在还法 15年 16年 17年 三届的还法自行车冠军 都是骑这辆自行车 就是跟这是同款的吗 同个品牌 只是它的涂装颜色可能不太一样一样 总的一个管型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 轮组我也是配了意大利的波拉轮组 那它也是破风型轮队 它更适合在屏幕上去骑车 你会发现它的管型也是通过风动测试过的 包括它的靶型也是风动测试过的 这些测试过的目的是 让你在屏幕当中风阻变得更小 整个一个轮阻的滚轴也会非常的润滑 能让你骑得变得更省力 这一个自行车它整的这个科技感非常强 是的 所以它造价很贵 这原因不仅仅是它的品牌价值 以及更主要是它的科技价值更高 它一辆自行车是要通过很多的科研人员 在一个风动测试里面 不断地测试不断地测试提升它的每个细节 那这台车贵到什么地步 这辆自行车光一个车架 没有轮子没有把没有坐垫 光一个车架应该是在五万块 厘米厘 对 那么这一个轮组 我当时买的是在一万一万六 这就是六万六 对 其他的小的配件我就不用讲了 还有一些套件啊什么的 套件可能七八千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将近十万块人民币 对 对 所以现在这几辆车当中 这辆车是最贵的 对 里面这个呢 里面这个呢 也是我在新西兰讨的一辆TT车 什么叫TT车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即时赛车 就是没有任何的 你一个人骑在屏幕当中 用最大速度 最大功率去骑 骑直线用的 那么他的设计你会看见 他的把头跟我们一般的公共车把头 是不太一样的 对 他是 更扁的 那这个把头其实我是换过的 原来他这辆车卖给我的时候 这把头是个比较一般的 然后我把我自己家里一个更好的 TT车把头就直接换上去了 那显得更有攻击性 这台车造价是什么什么价 这也是你逃的 对 这也是我逃的 所以这个造价 这个是个日本品牌 所以当时日本品牌 当时日本品牌 我觉得价格应该不是很高 但是我逃下来的时候 我只有花了 一千两百块钱 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 在当时日本品牌 这个品牌应该是在 两万以上的 两万以上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捡了个宝 你宝贝很多啊 对 但实际上最大的宝贝 并不在这些 并不在我家 在我的工作室 我 帝王级的自行车 在我的工作室 我再给你看一下 能叫帝王级的自行车 就是在16年当中 刚刚被评为地表上最快的自行车 实际上我比它 评为自行车最快的自行车 还要再快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它所有的一些刺的产品 全部更换成最顶级的 所以它 它平位置的时候 它的轮阻是很普通的 我把它换成最好的轮阻 最好的把手 最好的操舰 所以我想说 是16年最快的自行车 就在我的工作室上 摘姆云的第二餐 是于早餐相隔两个小时以后 这次餐食会丰富许多 有肉和蔬菜 对于做饭 摘姆云是有自己独到的方法 一整个 也不是一段可能用不了一整个 我一段用一半 另外一半就直接下一等吃了 这是喷雾式的油 这样我可以减少用油量 别人做我 因为我看不到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因为接下去我要面临的是 参加职一系列的职业比赛 那么职业比赛在 以往 华人中国人是 寥寥无几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我来说 我希望 既然我选择了这个领域 选择了健身这个行业 那么我希望 能够让自己走得更远一点 实话实说 它非常难走 因为你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克服这些困难的 它这条路非常的枯燥 那么你需要一个人去承担这个枯燥 和面对这些枯燥 当然你也可以享受到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让你快乐的事情 如果你在大赛当中 取得很好的名次啊 成绩啊 那么也是证明自己 美国阿诺赛 美国阿诺赛 我去参加美国阿诺赛的奖牌 然后这 它跟阿诺斯瓦辛格有关系吗 对当然是 这就是阿诺斯瓦辛格主办的比赛 美国的 这个呢是NZIPB 是新西兰的全国赛 这是什么水平 冠军还是 这个是NZIPB Poem的第二名 第二名 对 这个是香港 这个是澳洲的阿诺赛 澳洲美国阿诺赛 然后是第三名 这个是澳洲的城市赛第一名 这个是新西兰全国赛的第一名 这个是新西兰全国赛的第一名 这个是澳洲的全场第一名 这个是澳洲的全场第一名 这个是香港阿诺赛第二名 这个是香港阿诺赛第二名 这个是新西兰Poem的第二名 这个是我每年会参加 淘坡王湖赛的奖牌 这是参与 对参与的奖牌 每年都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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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连续参加三年了 这是参与 今年还会去 那当然是 11月份吧 对 11月份 新西兰的北岸大桥赛 也连续参加了两年 这是马拉芳赛 也是自行车比赛 对 这是两块展开 对 因为我已经参加两年了 所以因为这一件 Discover呢 是还法自行车阿姆斯特朗 率先以前曾经参加过的 一个车队的 赞助商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纪念价值 詹姆盈也许是个天才 她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专心 尤其是有学生来家里做客 准备晚饭的时候最认真 都是独创 对啊 就是自己实验的 怎么来吃 怎么好吃 怎么来 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嘛 Winner以前的要求呢 是肉眼可见脂肪不能有 对 那有的时候你一点没有吧 它就实在是太不香了 因为这种烹饪方法 它一点油都没有 它烤的时候就是 就靠肉上面 附着的一点点脂肪 对吧 这海鲜类是可以吃的是吧 可以吃 不能多吃 还是 可以了 没有问题 海鲜蛋白质很高 脂肪还很贵 可以 再开始第二 可以可以可以 来来来来 第一锅主要 你先吃牛尾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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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哪儿下来的 坐哪边 那个温蛋周圈 我对面的 对啊 咱俩坐一起 来吧 最小的一个 哈哈哈 手机也快 你不先给我一个吗 给你 谢谢 你吃那么多肉 对体重有啥影响 我吗 嗯 还是有影响的 增肌什么的 还是比较明显的都 明显的 嗯 高蛋白吗 毕竟是 吃多一点 它力量 增长也会比较快一点 对 对 尤其是牛肉啊 这种 天天很饿 天天很饿 就动不动 刚吃完 没一会儿就说 哎呀我怎么觉得我又饿了 就这样 你就觉得哎你不是刚吃完没几分钟 我又觉得饿了 半夜到一半还没病 对 消耗肉粉 最搞笑的是他晚上说晚上起来了 有时候起来了 突然觉得饿了睡不着了 就半夜说哎我要不要吃点东西的 又困 就这样饿着饿着就醒了晚上 消耗大了 他就是长不好 然后一直也没觉得说有一天他能 吃成这个这个体重 就一直觉得很不可能 这辈子都可能就是那么瘦 谁知道现在吃从 就越来越壮 外胚胎行 吃肉丸 就是瘦的时候 你就跟他 对 我们俩11年了吧应该 在一块11年了 然后只有最近一年他才是现在这个状态 以前都是非常瘦的 对吧 但是以前那会瘦的时候呢 身体倒也挺好 只是说看上去不会有现在感觉这么 我们也不嫌弃哈 当然不会了 就觉得现在肯定是这个身材会更 光是胳膊就已经10万8千里了 比以前大了 你那胳膊以前就跟火柴一样 周长比以前大了12厘米 应该是 谢谢 翟姆营与学生亦师亦友 他们喜欢这样海阔丁空的聊天 他们每天重复同样的训练 同样的参试 周而复始 重复的意义 对于翟姆营来说 却有另外一番理解 因为你带着目标很强烈的意愿跟目标 去做你的每个动作 所以你有很好的这些 斗志 虽然很枯燥很累 但是每天叫醒你梦想是这些斗志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起点 起点 所以作为职业运动员 我现在成立作为职业运动员 只是个起点 那职业运动员当中 你还会面临世界上所有的职业运动员 我希望在所有的职业运动员当中 再做No.1 要做就做最好 这就是我的宗旨 在这个健身领域毫无疑问 一定是奥林匹亚大赛 那奥林匹亚大赛 是所有健身比赛当中 相当于奥林匹亚的一个比赛 奥运会的一个比赛 那么它基于所有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的总和 那么在台上 没有一个运动员是差的 因为它一定是某某国家的冠军 某某国际比赛的冠军 大家在一起 所有的冠军在一起 再PK一个冠军 所以它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有了目标就会去努力 面对更高的舞台 詹姆盈已经踏上了 它的第一个台阶